但在官方做的两大感人事件 99%的玩家都不知道 伙伴们 快看看 你们知道吗 官方做的第一个感人事情 伙伴们 我想先问伙伴一下 你们是学生党吗 如果是学生党的话 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众所周知 蛋仔派对是一个联网游戏啊 但是玩蛋仔的很多都是学生党 并不能联网呀 这时候官方做了第一个感人事情 第一个在游戏中 如果我们没有网络 伙伴们伙伴们我们进入游戏 在左边有一个没有网的 也可以玩游戏的功能 叫离线挑战 伙伴们 伙伴们 打开离线挑战 官方在这里面为没有网的人 准备了很多地图 并不是为了护门我们呀 官方做的第一个感人事情 就是为没有网的人 创造了一种离线玩蛋仔的模式 伙伴们 这是第一个感人事情呀 让机器人陪我们一起玩游戏 什么 很多人还在买不起皮肤暗暗伤心 伙伴们 别伤心了 别伤心了 官方做的第二件感人事情就是 伙伴们 在游戏中 如果我们遇到买不起的皮肤 又特别喜欢 伙伴们 伙伴们 在每个皮肤下面 都有一个架加按钮呀 我们点一下 官方做的第二个感人事情 就是索要功能呀 我们可以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索要皮肤 伙伴们 伙伴们 这是官方大大为没有蛋壁的人做的一个功能 太感动了 你们知道了吧 这是第二个功能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